眼前这个巨型轮胎居然能换一辆宝马武器 它的高度是人类身高的两倍 重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两吨 它一般用在工地和矿场的装在车上 要制造一个巨型轮胎 需要花费24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 首先工人将橡胶放入强劲的搅拌机中 然后加入硫和抗氧化剂 还有一些回收的旧轮胎残片 再加入算好剂量的碳烟粉后 搅拌机开始搅拌产生热能 使橡胶软化成面团 通过碾膜 橡胶进入滚轮被压成薄片 工人将薄片进行随机切割 再放回滚轮重复碾膜 得到质地均匀且硬度适当的橡胶 接着把碾膜好的橡胶放到传送袋上 通过滚轮给橡胶印上日期和续号 再用肥皂水浸泡后 把它挂起来经过烘干机烘干 得到的橡胶需要取样测试 工人将样本放进罐子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 一旦确认橡胶符合标准 就可以把它做成巨型轮胎的各种组件了 在另一的工作区 数十卷度上铜的钢锁 通过挤压机把它压进橡胶里 出来的成品就是钢条橡胶 用不同角度切开钢条橡胶 并把它们融结在一起 超出边缘的钢条会用橡胶把它封起来 钢条橡胶能让巨型轮胎更坚固且耐穿刺 接下来是制作轮胎的骨架 在机床上 尼龙橡胶片被切成特定长度 未经硬化的橡胶具有粘性 工人将多片橡胶拼成一个圆环 然后用机器将橡胶圈滚成正确的尺寸 以交叉的方式铺上更多层尼龙橡胶片 这样做可以增加强度 完成的环圈称为橡胶圈 这也是巨型轮胎的骨架 接着两名工人合力将橡胶圈放到机器上 机器会旋转扩大 并把橡胶圈移到转动的骨轮上 将空气打进转轴的周围 让它更容易转移 转移完成后 滚轮反转排出空气 橡胶圈收缩至圆筒上定型 再把橡胶圈的边缘折进骨轮中间 现在巨大的橡胶袋 已经呈现出轮胎的基本轮廓了 接下来将制作好的橡胶钢条 绕在金属转轮上20圈做成胎唇 工人取下胎唇仔细检查 并在上面包上一层厚厚的橡胶 然后用一个特制的湿力轮子 将胎唇推入橡胶轮胎边缘压紧 胎唇嵌上去后转盘转动 将胎唇和橡胶轮胎更牢固地连接在一起 工人拉开之前折入的橡胶并包住胎唇 这个步骤完全靠工人的臂力完成 轮胎的每一个面会装上两到三个胎唇 在滚轮装置上拉开折入的橡胶并固定它 接着给转动的轮胎缠上钢条橡胶 还要缠上普通的带状橡胶条 这个时候胎面的轮廓已成型 然后在轮胎的外圆包上一层厚厚的普通橡胶 这就是轮胎的侧臂 再用转盘将侧臂压进轮胎 这条轮胎就可以进行最后一个步骤了 接下来轮胎会被放到这个可以膨胀缩小的橡胶气囊上 工人先给它喷洒上不粘性涂料 再放上印有轮胎编码的钢片 用机器把轮胎套进气囊 然后注入空气让气囊膨胀称大轮胎 并用内部刻有胎面纹路的金属模具 盖住膨胀的轮胎18个小时 等橡胶硬化定型后 这个一吨重且高度是人类身高两倍的巨型轮胎就制造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还有想了解什么东西的制造过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